嘈杂的市场人来人往 老头买菜老太逛 这个满面笑容 逢人便说早上好的家伙就是杨泰了 杨泰是农贸市场的吉祥物 这里没有人不认识他 开朗爱笑 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大家都这么评价他 今天杨泰格外高兴 嘴咧了一早上 因为妹妹小薰要来了 小薰考上那八北高 即将开始她的高中生活 兄妹俩又要一起生活了 杨泰认识小薰那会儿 那孩子才只有三岁呢 为什么说是认识 对没错 杨泰和小薰并非生来就是兄妹 故事还得从一个演出说起 某天晚上 妈妈带杨泰来到一个酒吧 那天妈妈穿得极其漂亮 整个人容光焕发 舞台上有人表演 妈妈一直笑 杨泰只觉得很吵 百无聊赖的杨泰在后台闲逛 突然发现一个小妹妹 小妹妹被突如其来的杨泰吓到 一个劲地跑 结果 下台阶时不小心摔倒 哇哇大哭 那天之后 杨泰的妈妈有了新丈夫 而杨泰也多了一个妹妹 小薰 日子还和从前一样 妈妈的小饭店 朝酒忙忙碌碌 只是 家里的欢声笑语 多了很多 但好景不长 某天傍晚 杨泰放休回家的时候发现 那个男人不见了 妈妈一个人闷在房间 抽了一整天的烟 也就在那个夏天 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杨泰 妈妈临走时告诉杨泰 去岛上跟外婆住 把妹妹也带上 那个孩子无依无靠 她只有你了 杨泰迷迷糊糊地听着 眼里擦了又擦 不过 答应妈妈的事 杨泰从不从忘记 那 这就是小薰了 他长大了 不再是当年那个爱哭鬼 只是 在哥哥面前 他依旧是个宝宝 晚上下起了大雨 屋里又落水了 滴滴答答 也不知是害怕 还是其他什么 小薰不愿意自己睡 要跟着哥哥一起睡 邻居的大姐终于嫁了出去 村头的大叔交了女朋友 聊啊聊啊 月光都困了 兄妹俩还没睡呢 也不知什么时候 小薰故事说累了 突然安静下来 但手还拉着杨泰不放 真好啊 小薰有家 他有人能依靠 杨泰还记得 刚搬到岛上那几天 小薰想家 天天往外跑 一个台风天 小薰又跑出门 他想找到回家的路 但他找啊找啊 风大雨大 无处是假 爸爸呢 妈妈呢 我们为什么不回去 小薰问哥哥 杨泰像个大人一样回答 爸爸不见了 妈妈死了 以后不准乱跑 我在的地方 就是假 杨泰带着妹妹兜风 看城里的车 看城里的高楼大厦 最重要的 当然还是看惠子 杨泰的女友 惠子比小薰大不了多少 而且都是女人 见面聊个不停 最关键的是 两人都是学霸 小薰是岛上 唯一考上那把高中的 惠子是琉球大学 医学部的高材生 而杨泰 杨泰插不上话 只能黑黑傻笑 杨泰认识惠子 纯属偶然 有一次 惠子晚上喝醉了 被不怀好意的人打散 杨泰刚好在那家店打工 英雄就美 一来二去 就是男女朋友 惠子说 人最重要的是品质 不是学历 另外 杨泰的上进心 也是惠子认识的 那么多人里面 最持久的一个 杨泰的梦想 是开一家卖 冲松塔克饭的店 为此 他努力赚钱攒钱 同时节省开支 杨泰的节俭 在这片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说他每天吃的饭吧 在农贸市场工作 就从农贸市场拿 在居酒屋打工 就从居酒屋拿 据说 杨泰的衣服 甚至是内裤 都是别人送的 还有还有 杨泰的那辆老爷车 是从阿勇家免费提走的 杨泰现在住的房子 是仓库改造的 给小薰做的床的木板 是惠子家老诊所拆迁时 半夜偷偷拿回来的 当然 这里少不了惠子的帮忙了 名义上呢 杨泰是哥哥 但实际上 杨泰更像家里的家长 小薰入学时 是杨泰送去的 小薰上高中 依然还是杨泰陪着 杨泰像个不用充电的机器人 没日没夜的忙 据说 杨泰从高中退学 就是为了出来打工挣钱 杨泰否认这个说法 他说 他是成绩太差 读书也考不上大学 不如早点工作 俗话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杨泰在居酒屋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同本 一位远近文明的投资人 同本对杨泰很有兴趣 他说 他从杨泰身上 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入秋 小薰的生日会 杨泰下厨 惠子订了蛋糕 一餐饭算不上丰盛 倒也满满暖意 送惠子回家 已经是下半夜了 杨泰有些抱歉 毕竟惠子马上就参加国家考试 惠子摇头说 不会 只是 我们很久没这么安静地在一起过了 杨泰说 杨泰什么都没说 盛夏 知了某足的劲儿的脚 热风拙人 凭着存款 贷款 和投资人的帮助 杨泰的梦想得以实现 新店就开在海边 可当你妈妈的店很香 马上就高考了 杨泰给不了妹妹什么参考 只好让妹妹去找惠子 上大学这个事吧 小薰其实并不那么在意 倒是哥哥这样拼命工作 让他很担心 惠子告诉小薰 杨泰觉得自己 要代替父母照顾你 所以 他以哥哥的身份 做着父母的工作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杨泰 口口声声说学历不重要 但却要小薰努力考大学 杨泰的小店 局面有办法 意思是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总会有办法 杨泰16岁离开学校 遇到过很多困难 可是每次 事情都能得到解决 因此 杨泰的人生信条就是 不管风再大 浪再高 直面恐惧 绝对不能被打倒 杨泰被骗了 被骗得精光 那个投资人 卷走了杨泰所有的存款 以及贷款 房子的主人说 他们从来没有接下过任何人 那块地 他们准备拆迁改大楼 建设手续 去年就下来了 那天晚上 杨泰前所未有的案情 他的梦碎了 攒了四年的梦 小薰看在眼里 同在心里 拿出了他珍藏的礼物 这是杨泰从16岁起 给小薰借的钱 杨泰接过钱 又递了回去 说 这是给你一笔不时之需用的 不用担心 总会有办法的 海边的店真的拆了 这件事 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 乌鲁拼逢连夜雨 正当杨泰挪着笑 准备重新开始时 惠子的父亲找了来 事情是这样的 惠子希望帮助杨泰 起码帮他先把贷款还了 投资人给借的工商贷款 其实就是合法的高利贷 而惠子父亲呢 也答应帮女儿这个忙 他想的是 正好趁这个机会 和杨泰说清楚 惠子将来要做医生 要接家里的诊所 而杨泰 杨泰能做什么呢 老人家话说得很委婉 但每一句 都温准狠地刺向杨泰的心 杨泰推过钱说 我明白了 钱你拿回去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杨泰在心里想过 无数次这个场景 还真的来了 跟电视里演的一模一样 和惠子在一起三年 杨泰看着惠子 从医学生到实习医生 从实习医生到开业医生 惠子每前进一步 杨泰就觉得 离自己远了一步 杨泰努力过 抗中过 杨泰不只为了妹妹 也为自己 可是杨泰输了 起码时间上 她输了 惠子哭得很伤心 杨泰最终没有开门 那晚之后 杨泰辞掉农贸市场的工作 开始到垃圾厂打工 干一些体力重的活 因为钱多 老师说 以小薰的冲击 考上琉球大学不是问题 杨泰高兴坏了 一个劲地请老师多多关照 杨泰不知道的是 小薰也开始偷偷打工 甚至还在酒店 碰见那个男人 而这一切 都被阿勇看在眼里 小薰开始盘算着 只要自己搬出去 只要自己能夺地生活 哥哥就不用这样辛苦了 小薰鼓起勇气 正准备说呢 杨泰已经浑浑睡去 惠子通过国家考试了 杨泰的贷款还欠很多 两人没有共同话题 有 也只是一份善良罢了 杨泰提出分手 重视分手 以后不再见面 惠子不明白 就因为学历吗 就因为那天送钱吗 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吗 杨泰苦笑着没有回答 他没有能力说不是 也没有勇气说是 注意这里的用词 没有能力说是 没有勇气说不是 杨泰失恋了 并非出自感情 这很沉重 今晚有太鼓舞表演 杨泰提前下班 被小薰一起去看 小薰自小喜欢热闹 长大还是一样 刚进会场 阿阳从队伍中窜出来 报告了那件事 杨泰听了非常生气 马上就要高考 这时候去打工 完全就是胡来 杨泰怒吼道 你以为我是为了谁 一直工作 小薰气哭了 就是不要你这样 我不要你为了我这样 小薰哭着跑走 路过酒吧时 他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名字 有一瞬间 小薰恍如隔世 小薰一夜未归 杨泰就在门口坐了一夜 两人见面很是陌生 小薰说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杨泰苦着脸 不能说没关系 更不能责问什么 7月 高考重继出来 小薰顺利上榜 他考上了琉球大学 杨泰乐疯了 从家里一路跑到农牧市场 阿姨们早早备下了礼物 一锅脑塞过来 杨泰两只手不够用的 但是就在这时 就在杨泰准备下厨 准备开酒 准备大肆庆祝时 小薰说 他要搬走 杨泰先是一愣 接着说 这里太小了对吧 不方便 对 不方便 我一直想搬家来着 现在正好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搬走呢 杨泰想破脑袋想不出 追求过老板娘说 一定是男人 小薰长大了 杨泰瞬间心凉了一半 不住叹气 重此时 老板不经意地说 小薰好像去过那个酒吧 我也是听说 杨泰疯一般成了酒吧 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音乐 熟悉的烦躁感 杨泰一眼认出那个男人 没错 就是他 杨泰心里有太多话想问他 为什么突然消失 为什么丢下小薰 为什么 没等杨泰开口 男人说 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妈妈 感谢你们这么用心 抚养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男人把一切都告诉了小薰 杨泰 不是他亲哥哥 末了 男人告诉杨泰 小薰长大了 没错 小薰长大了 他不再是那个爱哭的小宝宝 不再重天跟着哥哥后面玩 他不再需要杨泰了 杨泰同意了小薰搬出去一个人生活 这是必然的 要分别了 杨泰心里很不识滋味 按说 想见面随时都能见面 但不知怎的 心里就是酸一阵苦一阵 说不上的难过 小薰走了 越走越远 未来 还将走到公园 杨泰挥挥手 转身泪如雨下 一眨眼一年半过去 小薰成了顶顶欲力的大姑娘 学校一切顺利 生活一切顺利 小薰终于鼓起勇气写信回家 而也就到这一时 小薰才敢坦白 当他知道那个人是自己亲生父亲时 内心深处还是高兴的 不管怎么说 自己的生物学父亲还在这个世界 但是 小薰不能把他当成家人 小薰没有被他爱过的记忆 在小薰心里 杨泰是自己唯一的家人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 仍然是 今年过年 你想怎么过呢 我打算回岛上参加重任礼 到时候 一起吧 某天晚上 杨泰正准备收摊时 台风东落本岛 气象预报说 这是自从1984年以来 时隔21年最大的台风 不到两个小时 暴雨如注 狂风肆虐 吹得街面雄人走路的困难 晚上幽默九点左右 小薰淋雨跑回家 好不容易推上休息斑斑的窗户 没来得及喘口气呢 房顶电线被烧 家里停电 小薰顿了顿 赶紧翻出手电筒 而就在这时 一根奔风吹断的树枝砸进来 屋里一片狼藉 小薰被吓得发抖 一时间 竟不知该怎么办了 万分焦急之际 哥哥来了 杨泰先拆了一扇门 后又拆了一扇门 紧接着 搬过书桌茶几 死死堵住 再然后 找来破布旧衣服 将漏风处塞得严严实实 一通操作下来 危机解除 而杨泰 咳着咳着 竟发起了高烧 准确地说 他是顶着高烧跑来的 杨泰的身体越来越烫 嘴唇发白 还不如打寒颤 看着非常危险 可是这个时候 医生也不会来啊 小薰拿起手机翻了翻 拨通了惠子的电话 等救护车的功夫 小薰跟杨泰坦白了那件事 其实 小薰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事 他之所以一直装作不知道 是因为害怕 他害怕 一旦坦白 眼前的一切都会消失 害怕失去哥哥 害怕变成孤单一人 杨泰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极度虚弱 惠子不敢相信 这么个要强的家伙 竟然生病这样严重 经过初步检查 杨泰是病毒性心肌炎 单纯从病理上看 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 杨泰的表现 比一般人糟糕 惠子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才来呢 小薰顿了顿说 我去年就搬出去了 如果我知道 不会让他拖这么久的 话音被落 一阵焦急的脚步手响起 杨泰病情突然恶化 已经不能自主呼吸 本以为 大家都还年轻 本以为 未来还有很多时间 本以为 本以为的一切 突然之间不复存在 小薰又回到岛上 只是 哥哥不在身边 以后 将来都是如此 小薰没有哥哥了 他从小到大 依靠了那个人 这次离开 但絶対同級生の誰よりも美麗 その時一緒に酒を飲もう それから色々な話をしよう そしていつかきっと でっかい店を出すぞ なんてな 是凡 大きくなったら ニーニーの闇さんになる 駄目 駄目さ 何で 為何的事? 別人? 知了嗎? 兄弟們不可能 為何的? 為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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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